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日常养生铺糖 虽然秋季到了,我们穿的衣服越来越厚了 但是呢,减肥和瘦身的心啊,我们是不能放下的 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两个动作 瘦腿踢腿,让你身材更完美 大家回家的时候呢,就可以试一试 一,站立在瑜伽垫上,双腿分开,与肩同宽 三,脚尖着地,脚跟微微的抬起 双手在身前伸直,之后双膝弯曲 保持上半身稳定,不要前后晃动 之后慢慢下蹲,再站起 这个动作呢,每天重复,做两组,每组15个即可 二,左侧卧于瑜伽垫上,上半身停直 双腿并拢伸直,右手稳定身体,不要前后的晃动 之后将右腿抬起,向前踢腿,后还圆,向后踢出 重复这个动作,做15次之后,反方向继续动作 这个动作每天做四组即可 女人呢,30岁一过,那肌肤的弹性啊,就会呢,越来越差 那这个时候,护肤的重点呢,就是如何抗衰老 那么女人30岁以后呢,如何抗衰老呢? 想要延缓衰老,就不得不花更多的心思在抗衰老上面 下面呢,推荐按摩散大抗老穴 按摩这些穴位,可以呢,帮助改善斑点,皱纹,以及呢,皮肤的松弛 一,营香穴,在鼻翼两侧凹陷处 按摩时,用食指的指腹做圈状按压 连续按压,大约一分钟 按摩这个穴位,可以啊,增强面部的血液循环,润泽肌肤 二,养老穴,在手腕外侧凸起处的内侧 那按摩时,用食指的指腹做推柔的动作 并且配合舒缓的呼吸,连续按摩约一分钟 按摩这个穴位,可以起到疏通经络的作用 有效改善面部色斑皱纹和肤色 此外,它还是对付青春痘的特效学 三,传足穴,在两侧眉头的内侧 按摩时,用食指的指腹点压在穴位上 并配合呼吸,连续点压30秒 按摩这个穴位,可以促进眼部微循环 增加眼部肌肤的含氧量和吸收力 防止细纹的产生 长时间坐在电脑前,或者是坐姿不正确 都会对我们的脊椎造成损伤或者是弯曲不值 脊椎如果出现问题,很多疾病就会跟着来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两个动作 可以放松脊椎预防解决病 动作一,双腿并拢,坐在地上 两个手交叉抱住小腿,收紧腹部,背部弯曲 然后身体从尾椎开始触及地面 刚开始坐的时候,脚不用越过头 多坐几次之后,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而定 渐渐的双脚超过头,脚尖着地 这样每天可以坐10到15下 动作二,坐在地上,然后两脚屈膝 两只手同样环抱住小腿,抬起头 收紧腰部,背部弯曲,身体慢慢的往后从尾椎到胸椎触碰地面 这样滚过来滚过去,来回坐10到15次即可 经常做这两个动作可以缓解脊椎疼痛 疏通经络,激发气血运行 做这两个动作的时候,要看自己身体状况 不能太过勉强,而且每个人身体状况也不同 年纪太大,身体不好的就不要做了 心脏病是一种常见病,也是一种高发病 所以平时我们一定要做好预防的工作 下面给大家推荐两个穴位 对心脏病能起到很好的预防的作用 那当心脏病突然发作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立马按一按位于心包经上的细门穴 它是在我们手臂上距离万恒纹五寸的位置 也就是7个手指宽度的位置 是在这个两斤之间 用拇指用力的按压细门穴三到五分钟 两个手的穴位都要按 那细门穴是专门用于治疗急性病的 像心脚痛,心肌缺血,胸闷等 按它都能得到很好的缓解 而且没事的时候按一按细门穴 还能帮助我们保护心脏 还有呢就是可以按一下中充穴 那位置呢就很好找了 是在我们这个中指指尖中间的这个位置 那中充穴呢也是心包经上的穴位 按摩时啊可以用左手按右手 右手按左手 也可以呢一直手像这样 每天早晚呢做一次 每次呢做五分钟就可以了 长按这个穴位呢可以调节心率 清新泄热能够呢减少心脚痛和心脏病的发生 俗话说呀 无病早防防患于未然 有病早治亡羊补牢未未晚 所以呀没事的时候 长按一按这两个穴位 对身体呢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还不赶紧试一试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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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